民進黨的獨立都是假的 民進黨的獨立都是假的 這些獨立機關從黨產會 促轉會 中選會 NCC到司法今天發生的事情 都讓我們覺得他所講的獨立 基本上都是不獨立的 黨產會 促轉會跟中選會 其實在去年選前就已經不斷的發生 這些不獨立而且超越獨立的事情 而且是極端的不獨立 像張天新的事件 東廠 然後中選會 中選會也是非常的離譜 卡這個公投案 甚至到現在中選會要新任命的主委 就是任命一個剛選輸的縣長 還帶有民進黨籍 然後來擔任 然後為了讓他可以來擔任 他還捨不得退出民進黨 他還好像是用什麼 是暫停行使他的職權之類的 他不是退出民進黨 這個已經違反了過去中選會 任命主委的這個慣例 超然獨立的慣例 所以你看這些要去接的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認知的話 我想第一個你接不下來 你的下場就會跟詹婷婷一樣 剛剛大佬所講的 大佬已經提醒了 如果接到電話你要好好想一想 你如果沒有辦法承擔那個壓力的話 或者沒有這樣的認知的話 那你千萬不要去接 那這個司法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大打的民進黨一個巴掌